觀眾朋友晚安 我是廖小君 歡迎鎖定 今天五月三十一號 在星期一晚上七點五十五分 為了播出新台灣加油 本土案例今天增加了兩百七十四例 校正回歸不到一百人 但是也有七十三人 也就是說在今天的數字 還是超過三百例 但是新增加死亡的案例 多到了十五人 今天陳時中這場記者會 特別提出一關鍵性的數字 他說傳染力呢 RT值已經由高峰的十五 降到現在一點零二 RT值代表的是什麼 每個罹患者 他的傳染力可以傳染給多少人 那如果今天來到RT值一點零二的話 防疫是不是真的已經露出的曙光 明天的RT值可能會降到一嗎 陳時中也強調疫情進入了臨界點的反轉 在今天增加了三百四十七例當中 含有校正 他今天還強調一個重點 因為在疫情當下 包括了不管是AZ的分發 還有莫德納那麼進行分發 還有全台灣在這個施打的狀況 你看到這個是在全台灣施打疫苗 那麼大排長榮的情形 可是國產的高端跟聯亞的部分呢 原本的預約採購各五百萬劑的狀況底下 許多倫拋出質疑都沒有解盲 沒有進入第三期的實驗 為什麼會有所謂的預約採購 這有沒有違反採購法 而且合理嗎 一旦解盲失敗的時候 台灣怎麼辦呢 陳時中呢今天有一段非常深入的談話 他特別舉的包括了BMT 莫德納 包括Johnson 包括AZ 他們都有做三期實驗嗎 那麼各國在這個疫情當下裡頭 他們所謂的核准緊急使用 又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況 我們稍後聽聽看 他怎麼說 也看到在台灣的疫情當下 不管是聯亞跟高端所面臨的情形 那預約採購 很多人質疑預約採購的方式 這一切的質疑 有沒有一點點違反嘗試呢 當然民間想要捐這個疫苗 也有譜了 新政院黨蘇貞昌 他已經拍板定案 包括了內政部跟經濟部 分別設立一個窗口來設立 包括機關署 可以以最快的速度進行審核 最新的狀況 我們邀請這幾位來賓 也馬上要進行連線 首先我們介紹是北疫知名的 協議腫瘤科醫師 吳宏宸 吳醫師來到我們現場 吳醫師晚安 小軍好 大家好 民進黨及立法院王定宇 小軍大家好 以及臺灣智庫的諮詢委員 董立文老師 主持人大家好 還有國民黨的桃園 施議員黃敬平 想請大家平安 好 資深媒體人王瑞德大哥 加入我們討論 馬上要進行連線 連線給林口長庚大學 就是感染研究中心主任施信儒 同時連線給中山副署院 主治醫師林靜宇 林醫師 好 這是不是令人期待的好消息 在防疫已經出現了曙光嗎 從RT值經CDC陳時中所宣布的 是不是已經趨向可控的範圍 從這個疫情的趨勢圖看出來 關鍵是RT值 曾經在高峰 在5月30號呢 那5月30號的高峰 從原來的15慢慢降到5月30號 1.02 這也是經過了雙北三級警戒 跟全國在5月19號提升為三級警戒之後 RT值似乎慢慢來到1 接下來我們看幾個關鍵性的數字 就在今天所公佈的 因為在274例還有73例的校正回歸當中 死亡有15人分別是9男6女 年齡大約是60到90多歲之間 指揮中心所強調 現在校正回歸的個案裡頭 有減少的趨勢 未來全國三級警戒也見效了 有效病例再生數字RT值兩週之內 減望可以繼續往下降 本土有274例 73例校正回歸 確診個案還是破百人 本土有274例 校正回歸73例 其中又以新北市171例最多 其次是台北市122例 桃園 彰化10到27例 台中 基隆 苗栗 新竹 分為有2到5例 其他縣市則是各1例 校正回歸的部分 那案件數從5月21日 當然是最高峰 那經過這段時間的努力 那見次這個案件數 已經慢慢的就是縮小下來 從社區抓出確診者 校正回歸個案 確實有減少趨勢 看看有效病例 再生數RT值 5月15號最高來到15 但隨著雙北 跟全國升三級警戒之後 30號的RT值 已經降到1.02 指揮中心強調 這代表本坡本土疫情 已經逐漸趨緩 那通常只要這個 這個值低於1以下 那表示說這個疫情 就會開始反轉 那相信在 當然明後天 如果沒有太大的意外 也是會 可能還是會往下 RT值有可能會破1 那破1了之後就表示說 這個整個傳染力就開始 就開始有反轉的跡象 雖然RT值有在往下降 但死亡人數還是有15例 分別為9男6女 年齡在60到90歲之間 其中14位有慢性病史 5位有萬華活動史 更有4個人是在死亡之後才確診 面對疫情還是不能掉以輕心 30人鄭永榮 陳柔榮 台北報導 今天對於非離島是否要篩檢 也在疫情升溫當中 成為熱門話題 立法案今天通過在紓困的 特別條例修正案當中 也通過了附帶決議 進入金馬棚 這些離島必須要全面篩檢 一週之內 會在北中南 五大國內的航線機場 設置快篩站 走過來以後 在這邊停留警察中 手錄表面的面具 通通事件殺死 親一門在機場設置清潔消毒門 幫到訪旅客殺病毒 不過現行的離島防疫快篩站 必須旅客自行同意才可以 這支招一樣是那個聲明書 旅客接下同意書 現補才可以進行採檢 不過隨著國內疫情嚴峻 中央也針對離島防疫再升級 對於要前往離島的民眾 國內航線的這個機場 我們會設立篩檢站 那現場有症狀 我們會立即採取PCR的檢測 未來非離島五大機場 以及港口設置快篩陣 包含台北松山機場 台中機場 往南到高雄小港機場 只要是前往離島 澎湖金門馬祖的航班 都要多一關來審核 一旦現場有相關症狀 採檢之後不得搭機 必須打到回府 如果是14T內曾經有過症狀 現場快篩陰性可以通關 但如果是陽性 就必須搭乘防疫計程車離開 等待採檢結果 對我們整個離島的防疫 會是一個更好的保障 在台灣還沒有設立之前 這一段時間 我們還是會按照我們既定的做法 持續的來做快篩 來保障我們鄉親的健康 馬祖澎湖相繼出現確診個案 離島當中唯獨金門還是淨土 立委部分藍綠火速推法案 快篩費用也是以公費為主 政府買單就是希望守住離島防線 阻斷病毒進攻離島 中央跟地方 尤其台北市今天達成一致有一個看法 就是說在疫情重災區的雙北市 實施在三級的警戒超過兩個禮拜 目前看起來疫情獲得初步的控制 不過台北市長柯文哲認為 如果管制狀況持續下去 一旦時間超過三個月 到時候恐怕餓死的會比病死來得多 我們目前是疫情還算可以壓制住 這樣我們還可以撐多久 如果再撐三個月 我認為餓死的會比病死的還多 北市三級警戒初步控制疫情 不過柯文哲憂心沒有鬆懈本錢 還有民眾生計撐不撐得下去 餐廳夜市不准內用 只准外帶 那相當這種聚會活動都禁止掉的話 我剛才講過 按照目前的管制方式 再拖三個月 餓死的會比病死的多 疫苗才是終究的解決方案 刻意重申 民生經濟重要性 柯文哲認為防疫重點再拼疫苗接種 不過對於中央採購國產疫苗也有質疑 我們中央是要保護本島的生技產業 還是要保護本國人民的生命 國際認證的疫苗 有六支 甚至六支以上 這個原則之下 然後我們要開始要去採購一個 社群才都還沒做完的 這時候你硬是要用這個 那你要講你的理由是什麼 考慮國家的最大力 或是考慮兩家生技產業的最大力 同樣疫情重災區 侯永宜也再度喊話 施打疫苗越快越好 不過民眾同樣不能掉以輕心 這些確認者的傳播率還是在家庭群聚 在基家的左右鄰居 傳播率最高是百分之七十一 防堵疫情 雙北市長為疫苗與中央角力 三級警戒下的民生問題 同樣讓他們遊行 那麼首先我先請教的是施主任 主任我想請教 以今天最新的疫情的一個發展 從這個數字裡頭 似乎有稍微緩和的一個現象 你怎麼樣來看 尤其RT值的部分 從這個病毒目前發展的特性 真的防疫露出的曙光嗎 施主任你怎麼看 距離還有戴口罩跟勤洗手 所以看起來是有圍堵成功的可能性 但是也不要忘掉了很多人 會在輕症或沒有任何症狀的時候 身上的病毒量其實是很高的 因為我們這一波的話 我們還沒有完全做完全部序列的分析 但是目前分析出來的應該就是英國變種株 那英國變種株其實它應該是發生兩次的大突變 一次是在614的位置 那另外一次是在501的位置 那這兩個突變的結果 讓它跟受體結合的能力就更強了 所以更強以後它的傳播力就更強 但是毒性並沒有證據是增加的 那再來的話就是感染的年齡層會下降 因為本來年輕人比較不容易被剛開始發生的那個病毒 就是去年的病毒感染 但是現在因為感染力增強了 年輕人感染的也多 年輕人感染的時候呢 尤其是比較沒有症狀 或是輕症的比例也會多 但是他們身上的病毒會傳出去 所以這個是全世界都很難去抵擋這個病毒的原因之一 是 你剛剛特別提到 我們現在遭逢的是英國變種病毒 曾經歷經過兩次大的一個改變 這個改變對人類尤其對台灣這次侵襲最大的不同是什麼呢 就是它的傳播性更強了 所以說剛剛講到的RT值 本來是真的是不知不覺中它的傳染性就是這麼多 那感染的範圍很大 我相信我們現在的確診數目應該是低於真正的值啦 所以說這個也是我們要特別小心的地方 有可能那些隱性的感染者 他們還是會再繼續傳播出去 所以大家應該還是要有一個想法 就是我自己是覺得不太可能再回到過去那種零確診的情況 但是如果有控制住就是表現不錯 那趕快加打疫苗 那我們就跟其他世界各地一樣 就是我們慢慢熟悉這個病毒 然後減少重症跟死亡 這就是重點 主任怎麼樣看台大公衛學院 他們曾經看到這一波的病毒裡頭 傳染人數可能多達有一萬四千多人 到底是華航諾富特跟傳給萬華 還是萬華這邊傳給華航諾富特 現在不得而知 可是病毒似乎這個引擎傳播鏈 在四月份似乎已經進入社區 可以這麼說嗎 那現在的因應跟訣竅你怎麼看 我自己是覺得有可能 因為當然就是說這個案例呈現出來的時候 是先華航萬華 所以大家會認為說就是這樣子 好像是這樣子散開來的 可是這個事實上還沒有很強的證據 那也許就是說這個病毒 他的傳染力這麼強 所以他在社區裡面已經不知不覺傳開來 那時候我們都以為是小感冒 所以說那個時候如果有篩檢的話 我相信會篩檢到 所以說為什麼現在剩了一些篩檢站 我覺得是很好的 因為比較容易可以採檢 然後可以知道說 還有沒有一些隱性的感染者 這樣子的圍堵才會比較完全 比較容易成功 可是這次大量傳播給年輕人 包括感染的年齡層下降 是不是也是主要一個新的變化 我覺得這是一個新的變化 但是怎麼這樣 對我們台灣來講是新的 可是在世界各地 早就是這樣子 大家都知道說 年齡層越來越下降 很多小孩子 他們其實都不太有症狀 但是他們身上是有病毒的 會傳染給爸爸媽媽媽或是阿公阿嬤 所以這是世界上到處都看到了 所以應該不是一個新的現象 只是對我們台灣來講 我們過去都是 少數的境外移路 所以我們不熟悉這樣的狀況 是 您在4月底的時候 您跟學生之間的一些面對面 你是不是也隱隱約約 嗅覺出當時疫情的不尋常狀況 在4月底的時候是主任 我是看到學生怎麼都在咳嗽啊 怎麼樣 我就說你們怎麼了 有沒有去採檢啊 他們就說他們看醫生啊 醫生說普通感冒不用擔心 但是其實 事實就是說我們不知道到底是什麼 我也不是說他們那時候 就一定是被新冠病毒感染 但是呢 的確 這個是可能是剛開始的時候 就是這樣的一個情境 所以我們如果控制住了 將來有疫苗了 但是我們看到有一些 呼吸道的症狀的時候 那越來越多的時候 其實應該要警覺心啊 警覺心 那這個時候一般的民眾 他會前往就計量院所 所以呢 遇到病毒已經都進入社區之後 包括基層醫療院所 包括醫師 再往後是不是在決策方面 是不是對他們有一些 激起的一些建議跟方向呢 市主任 就是現在可能就是說 大家都慢慢打了疫苗以後 那是不是說有一個診所 他有確診 就要停停止營業那麼久 這件事情可能要重新思考了 那因為生病的人 還是需要去看醫生嘛 所以我們應該是讓醫療的量能 不要受到影響 那可以正常的運作 是 那施主任有一個非常關鍵性的問題 我要跟你請教 高端疫苗 那麼完成第二期的人體受試 多達有四千人 那有人認為 沒有完成第三期的人體試驗 那麼鏡子就使用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 所謂一個人體的一個實驗場 那其實陳時中有一段非常完整的論述 這也是我們第一次聽到 這些國際的大廠裡頭 搞了半天 事實上他們完全都是還沒有進入三期 就獲得了緊急的受用 我們先聽聽看陳時中今天怎麼說 我們繼續連線 包括瑞爾大哥加入我們討論 來聽聽看陳時中今天怎麼說 以這個做一二期 以做一二期的一個受試的人數 來做比較 那我們這邊做的是 應該是說等於是一個 擴大的 擴大的一個 擴大的一個試驗 所以我們就做了將近有四千人 那老年的人口 也包含了3815裡面有838 3844裡面有792 那以這樣的一個規模顯然 大家可以看到 比國外他們在做一二期的時候 來的數目其實要大很多 我們這是一個擴大型的第二期 基本上也可以視為是一個二三期的 延續的一個計畫 所以這規模是很大 所以我才會講就是說 以這樣的規模 大概這樣二期是做的是安全性 那主要以這樣的規模 如果能夠通過的話 安全性就不會有問題 所以這些主要的疫苗 大家現在知道主要的 就是廣泛的 比較多給提到的疫苗 都尚未完成三期試驗 那各國就以核准緊急使用 畢竟這疫情在嚴重的時候 如果大家等到三期都完畢 那恐怕真的是緩不激情 那我請教吳宏城吳醫師 以CDC檢所公佈在國際大廠 你看BNT 如果三期的實驗時間 必須二零二三年四月份才完成 莫德納呢 是在二零二二年的十月 嬌生呢二零二三年五月 AZ的部分呢 在英國的部分初估是在今年的九月 才完成三期實驗 巴西是在年底 美國的部分必須二零二三年二月 才能夠完成 但是呢 但是各國的緊急核准的狀況是什麼呢 我們看到這分別列出的時間 很顯然三期實驗在做的過程當中 包括WHO跟各國之間 已經做出了緊急核准的情形 我們看到AZ的部分 AZ的部分 在第一期第二期總共收了多少 三千兩百二十人 莫德納在第二期收了六百六十人 BNT第二期收到三百六十人 分別執行的國家在這裡 執行國家 國產疫苗擴大二期的收件人數 多於這一些一二期 高端的部分 第一期試驗的人數三千八百五十二人 老年人多達多少 有八百四十六位 而在第二期當中也超過了三千八百人 有三八一五人 老年人部分有八百三十八位 在聯亞的部分 同樣也是也是如此 一二期的人數遠遠超過於 你怎麼樣來看 所以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的質疑聲浪說 我們的國產疫苗 沒有進入三期實驗 怎麼可以去使用 怎麼可以民眾怎麼去打 變成是白老鼠 來 巫醫師怎麼看 我覺得現在在這個時候 質疑國產疫苗的這個臨床試驗的人數 以及程序更是沒有道理的 因為大家可以看一下數字 我們目前國產疫苗的這個第一期 第二期的人體試驗的人總人數 已經遠遠超過這個國外的這些先進國家的這個疫苗的這個第一期跟第二期的試驗總人數 而且因為在國外當時的疫情是非常的嚴峻 所以那個各國的政府都是在第二期初步的這個第二期的試驗做完的那個那個前後的那段時間 就趕快做進行這個EUA的這個送件跟審查 因為EUA不是馬上送送件 就馬上會會會有通過 他們也是有一個標準的作業程序 那所以說其實在這個當下第三期的臨床試驗 可能人數會達到好幾萬人 所以你看看包含BNT莫德納嬌生 這個大概都還要在一兩年兩三年的時間才有辦法去做完 那你這個時候如果要原來回推到我們國產疫苗的這個第二期實驗剛結束 我們就要趕快做這個EUA是有質疑的話 我覺得這真的是沒有事在找事 那我講一個故事 這個是一九五五年的時候 在美國歷史上發生了一個最大最最引起爭議的一個疫苗事件 這個叫做卡特疫苗的事件 那這其實是在一九五零年那時候小兒麻痺的這個病毒 是在這個全美國到處全世界都在試虐 那剛好這個一九五五年的這個時候 剛好有發展出了一個疫苗 所以在美國有一家疫苗公司叫做卡特疫苗公司 他在那時候那個規模那個陣子有四萬個小朋友施打的這個疫苗 結果打完以後有兩百個人瘫痪 其中有十個小朋友死亡 那這個可能懷疑是一個疫苗遭受一個污染的事件 因為我們知道小兒麻痺的疫苗是一個減毒的疫苗 你如果是活的病毒去污染了這一批疫苗的話 你打下去就等於讓這個小朋友直接中獎了嘛 所以說美國經歷了這件事件以後 就好好的痛定思痛 重新建立一個完整的一個疫苗的審查制度 以及事後的這個疫苗不良事件的一個通報系統 那我們目前在這個第三期的這個試驗還沒有開始之前 這些疫苗上市EUA的附帶條件 就是你要有很好的一個完整的後續的一個不良事件通報 就是說雖然這些疫苗都沒有完成三期的臨床試驗 但是我們在這個施打的這個幾十萬人幾百萬人當中 如果有所有的不良事件 大家一定要按照這個系統去做通報 慢慢去蒐集 所以我們才會知道說原來AZ疫苗會有幾百萬分之幾 會產生這個血栓事件 會有這些過敏的反應 這些都是靠著這個後續的這個叫做疫苗 疫苗不良事件的通報系統 所以說我想我們現在大家全國的上下都是在關心這個疫苗的採購 然後以及入境輸入 那能夠趕快讓所有的國民都能夠施打 這個時候是不應該再吵這個問題 那我請教同樣問題 我請教來施主任 你怎麼樣看外界提出這樣的質疑 但是在今天我們也看到了 CDC由陳時中做出非常完整的一個論述 來主任你怎麼看這樣的質疑呢 是這樣子的 我自己是在5月26號的時候也有參加WHO的一個會議 那這個會議裡面講到一個概念就是immunoblaging 也就是說免疫橋接計劃 那他其實有邀請了一些蠻有潛力的疫苗廠商 那他們是在第二期當中 那他們意思就是說你第二期的結果 比如說施打以後你身體產生了多少保護性的綜合性抗體的效價 那濃度越高其實在第三期裡面保護性就越高 所以說他們就提出一個指引 那大會的結論有1400多個人參加了 那也很多個國家一起參加 那大家的結論就是說 各國可以開始思考一下 就是說是不是可以用這樣子的一個第二期的實驗室的計劃的結果 來評估是不是第三期就是直接邊做邊施打 所以說我想這樣的概念是很重要的 因為我們現在疫苗就不夠 現在假設我們有3000劑的莫德納疫苗 那當然我們不用煩惱 現在我們就是沒有 那沒有可是我們疫情當下 我們怎麼樣保護我們人民的生命的話 可能就是我們要思考說 是不是不要用本來的那種思維的方式 而是有彈性一點 只要是安全的而且有效的疫苗 其實是可以用了 但是這個前提也在於說 要解盲以後是真的有效 所以說現在就是說 那怎麼樣是真的有效 也就是5月26號的時候 大家開會的時候在討論的 所以可能就會跟現有的一些疫苗 互相比較 或是說跟恢復者 他身上產生的抗體的量來比較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合理的一個比較方式 也只能用這樣的方式 是 來非常謝謝施主任 那我請教的是王定宇 這些質疑是基於專業還是基於政治 來你怎麼看 其實我們最近一直忙著 我們是民意代表其實還沒那麼忙 我在旁邊看這些行政官員 像醫師 忙的焦頭爛額都只希望把台灣的防疫做好 我們防疫有缺點把洞讀起來 然後你就看到那種攻擊來自於政治人物 然後接下來會有一群 那個帳號的長相都很像的 開始在那邊攻擊這個東西 你就會覺得如果是外來的攻擊 我們還可以抵抗 很多攻擊來自於內部 那你攻擊對了我們就改正 如果你攻擊錯了 那我們還可以討論 可是你現在面對的是那種瘋狂式的攻擊 他也沒有要跟你討論 我就以疫苗這個事情來講 講要民間要捐疫苗 我們現在普遍聽到一個印象說 你政府在刁難 你政府為什麼都不讓他們捐 有地方政府像花蓮台東 像這個韓國瑜說要捐 像雲林說找人簽了MOU要買三十萬劑 這是一個類型 另外一個類型是像郭台銘郭董事長 他在拼七十二小時拿到資料可以送件 而且他講清楚他是要買德製的 他不是買上海復興的 另外還有一個是我們的宗教團體 不管是佛觀山或慈濟都有提出要買疫苗來捐 這裡面有一個根本的問題 也就是台灣除了很久很久以前 法律就明定 不可以進口中國製造疫苗以外 從來沒有禁止輝瑞 沒有禁止BNT 甚至我們也沒有禁止 印度代工的疫苗 我們沒有禁止 那你不要那麼複雜 我們也可以加速 你就送件進來 這裡面為什麼要分兩大類的 像今天我看到一個新聞的一個標題 這個台東縣長勞慶林他講 我要買到三十萬劑了 請中央不要問我哪裡來的 開什麼玩笑 這是一個態度 然後我們現在看到很多文 宗教團體我就不拿了 我拿地方政府的 比方說這個是雲林縣政府的 他只是發一個公文 告訴中央衛福部跟指揮中心說 我要買疫苗我跟某某公司簽MOU 請你準 如果我們的政府這樣就OK了 你覺得我們台灣中央政府的官員 或防疫的官員這些醫師 是盡責還是放水 又比方說他簽了MOU 就找了一個藥商 說我跟你簽了 你幫我弄三十萬劑來 然後這樣就要政府來準 疫苗是要打到身體裡面來的 林明珍也是 南投縣長也是出個公文說 我要跟上海復興買疫苗 請你準我 這個都沒有關係 我們沒有禁止中國製造以外的疫苗 你就提申請 比方說安全評估藥吧 你的校齊藥吧 最起碼最起碼有個東西一定要 世界衛生大會已經通告各國 假疫苗衝刺騙錢 詐騙各國急著買疫苗 買了一堆假的 我最起碼是要缺了你這疫苗 是真的假的 批次號是第幾批 第幾批生產製造的 一樣莫德納有歐洲製造的 也有美國製造的 你到底是哪個批次量 那你是零購的 市面上有沒有在零售疫苗 之前傳聞什麼Costco有疫苗 三種讓你選 那根本就亂講 那個地方就是設在Costco的疫苗 注射站 美國的疫苗不用錢了 所以沒得買 那你去收購零售的交生 買不買得到 我們尊重他們發現要做這事情 那進來一樣啊 你要付這疫苗的來源 那作為一個國家機制 不只台灣 中華人民共和國 法國任何一個國家 疫苗要進來 絕對沒有水貨 一定要經過國家的審核 我們贊成現在是非常時期 簡化一點 你就送嘛 讓我知道你哪來的 有沒有效 有沒有副作用 出了問題找誰 這個東西不叫刁難 這個東西叫做一定要做 為健康跟安全把關 到現在為止 我個人認為 我只佩服鴻海的郭董事長 他是弄真的 他真的很認真 在找德國那邊 在談七十二小時內 得到授權他的證件 其他的我都只看到 類似這樣的公文 所以你認為郭董那邊 的確是跟總廠在進行接洽 因為你是不是獲得總廠的授權 非常重要 他畢竟是一個實業家 他在要買五百萬劑疫苗 這件事情 他是認真看待這件事情 會不會成功我不知道 我希望他成功 我真的 我希望每一組人都買成功 買成功之後 把你的文件送進來 加速審查 然後大家都有個默契 疫苗的注射是醫療行為 疫苗注射的範圍是 防疫戰略行為 由指揮中心來做分配 我看郭董也沒意見 我覺得疫苗 你負責分配這沒有問題 現在是90%以上 就是出一張紙 甚至有個張亞中 我取得中國的一千萬劑了 那是生在那裡 就一張紙 就是一千萬劑 請你準我 一張紙就是MOU 30萬劑 請你準我 陳時中不知道 講了幾次 就說我們會幫忙 你趕快送件進來 你也不要假設要拖很久 我們盡快來審查 沒有 真正在努力找這些資料 要送件的 大概就鴻海郭董事長 所以這個部分 不管成或不成 我對郭董我是覺得 他是了不起的企業家 回到 剛才講到一個疫苗 我不知道小軍 或者看電視人 有沒有覺得最近好混亂 我常舉個例子 台灣在防疫 或者取得疫苗上 是一條直線 如果有人刻意 你在紙上畫一條直線 再拿個筆 在那邊畫那個扭曲線 那個直線你會看不見 你會覺得很慌 不知道該怎麼走 以疫苗來說 你如果疫苗上最早 最早在野黨的立委是說 為什麼不買中國的 你意識形態 那是講中國的 後來發現中國只有1.3人要打 就開始改 上海復興的 那個是德國的BNT OK啊 趕快送件 你要遊說這個事情 你背後常常送件 到現在還沒有送 然後接下來呢 AZ進來了 AZ是在3月初進到台灣 大家回頭看到的時候質詢 這個打AZ生命什麼 青如紅毛 剛剛駐黑也細 每天都在講這個事情 後來讓AZ 我們AZ總共進了 第一批是3月3號 有11.7萬劑 然後第二批是4月3號 19.9萬劑 第三批是5月19號 是41.04萬劑 放在那裡沒有人要打 同樣的在說AZ不好 後來賴斯堡不是跑去打了嗎 後來呢 又嫌AZ進不夠 所以說要用BNT 然後現在我們說國產什麼 大家弄好質疑國產說 你只做二期 草菅人命啊 這個是拿人民的這個當試驗場 這整個事情 我覺得它有一個脈絡就是 阻斷所有台灣 比方說我們早就對外買了嘛 台灣沒有不買外國貨 講什麼台灣不買外國貨 是為了讓國內的疫苗廠 什麼股票上漲 不好意思 台灣的國產的兩家疫苗公司 一家根本沒有上市 另外一家上市公司 它是公開交易 你去查到一張看哪個官員 拖來講嘛 那現在就是說 它一方面要摧毀你國產疫苗 是 二方面呢 又讓你對進口疫苗沒有信心 那你到底要做什麼 所以我最後要講這個事情就是說 目前台灣的疫苗 第一個 在注射計畫上 六月份 六月中旬以後 就會有掛號平台唐鳳負責 今天院會也決定了 現在在測試 我跟你講 我可以知道我德進主席已經在測試了 那這個平台呢 大概分三種 我們台灣打疫苗是不用錢的喔 那各位台灣打疫苗是不用錢的 今天好多委員說要爭取免費施打 不對 台灣全部都是公費施打 可是有順位 你要插隊的 你就繳個四五百塊插隊 所以第一種 公費掛號 我是屬於公費的 開放到第九大類 第五大類 那我去掛號 第二種我想插隊 我雖然還沒輪到 我想早點打 自費掛號 第三個就是類似團體 你團體掛號之後呢 由醫療人員到你的公司 到你的團體裡面 去幫你施打 這三類掛號 在六月中旬以後 就可以有網路平台開始掛號 然後醫生診所都納入施打 那一旦開始掛號意思就是說 我們在六月份 除了我們現在的防疫人員 醫生啊 警銷以外 一般人的施打就開始 那你量到底有沒有 我們目前手上的 加上莫德納的十五萬劑 已經大概就是八十多萬劑 那接下來在未來六月份的四個禮拜 我們莫德納的五百多萬劑 至少會有每次五十萬劑會進來 會有至少我聽到四T 兩百萬劑 陳時中說兩百萬扣掉十五萬 是一百八十五萬劑 日本方面 這兩天我們一直注意日本方面的進度 給你們AZ疫苗 日本的創新大臣 這個和也我們跟他都認識 然後加上他們的這個衛生部長 已經跟 他的AZ是在日本製造的 跟AZ公司 跟英國的原廠授權談 變更Destination 就是Transport Destination 我這個疫苗我要送到最後終點 要變更 聽說也談完了 那談完之後呢 他們現在國內 他們自己兩億四千萬劑已經有了 一億兩千萬劑的AZ 保存運送比較容易 認為這個優先可以幫忙台灣 這時候又有一群人 同樣一群要拿中國疫苗的人說 不要了才給你 國台辦那種口氣 我都沒聽他們抗議 人家日本是以好朋友說好 我才有龍胸嘛 我家的人總要先打 我這邊多的一億兩千萬劑裡面 一部分願意給台灣 那個量還沒有估出來 我預估 這個禮拜小群的節目 你就會看到 他要運送的量 而且很快就會過來 這個還沒有算在 莫德納那兩百萬裡面 然後AZ還會陸續交貨 所以六月份開始全民施打 OK 到七月份 我們國產疫苗其中一支 如果取得這個EUA 緊急授權五百萬劑 八月份另外一家 如果取得緊急授權 也是五百萬劑 我為什麼用如果呢 我不知道大概有簽嗎 我跟你們簽這個約 你做好我才跟你買 這叫預簽嘛 因為這個是政府才會買 別人不能買 所以今天預簽 有人有意見 他都還沒有第二期通過 你憑什麼跟他簽 沒有解盲 怎麼可以預約採購 這個是不是有點違反常識 每天要忙這個事情 還要我看到陳生 還要說明這個實在是 那就是我們就兩家國產的 來我給你下訂單五百萬劑 前提那叫前提 你通過雙解盲啊 沒有通過我就不買啊 那我預先這樣子下訂單 其實讓讓這一個業者 完療償沒有耶 要比班完療嘛 所以這個是國產的部分 那至於國產的二階段 到底是不是拿人做事件 剛才小薰講得很好啊 我們後來看了全世界 取得首次的EUA緊急授權 都在去年十二月底 大家如果覺得印象不夠深 你回憶川普的哀怨 川普說為什麼總統選舉完 你們才跟我說疫苗可以用 所以EUA所有的緊急授權 都在川普落選總統以後的事情 那就是十一月份一月嘛 所以十二月才有緊急授權 而當時的緊急授權 現在你念得出來名號的 世界主要的疫苗 都是二階段完成 三階段未完成 有的進入三階段了 有期中報告了 但三階段沒有做完 所以第二階段做完 這個疫苗是可以用的 不是我們台灣這兩家獨創 而是世界因為這一次 疫情突然爆發緊急狀態 你第三期還要有人 去用食鹽水做試驗話 可能不道德 你會他染病啊 第三個最後我要講五二六 世界衛生大會討論的事情就是 乾脆全球先把第三階停下來 用免疫嫁接的方式 比較像台灣現在已經有幾萬人 都已經打了這個AZ 有一部分打了莫德納 它的抗體抽出來 跟我們國產來比較濃度 就可以去對照說 你這個二階段完成 但你的抗體濃度相當 你可以類比這個 這不是我們發明 這國際現在討論第三階段不要 更何況在我們的 我們的這個高端也好 是跟美國國衛院合作NIH 就莫德納的跟莫德納一樣的東西 所以一直要摧毀這個品質我不懂 還要扯到政府做任何事情 當然會影響股票 但我不是為了股票做這個事情 我是為了防疫 去鼓勵國家隊把這個疫苗做好了 而且這個疫情不是今年 它以後年年都需要打一針 難道我們每年都要去找這疫苗嗎 我們自己國家有疫苗 雇我們的健康 這樣還可以出口 這是最好的事情 所以整個疫苗的作業 你如果去看那個配套是清清楚楚 但是有人就在那邊劃線 把你弄成亂了一堆 只要證明一件事情 防疫失敗啦 趕快跟中國開口 跟中國買疫苗 其他人都沒有出路了 我覺得這是我們的家 防疫成功不分藍綠 病毒也沒有分政黨 不要在這個事情上搞政治 交給專業 而且我們一年五個月 信任專業也守得不錯 陳時中他們不是過去一年五個月 坐在那邊等考試 是天天在考試 而且考得還可以 是 不分藍綠 防疫不是應該本足於專業嗎 所以目前為止 你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態勢裡頭 有人是透過專業 還是有人透過了政治呢 如果我們的病毒 已經確定進入我們的社區 未來這個病毒社區化流感化 這是個必然的趨勢的話 不只今年要打這個疫苗 明年要打 年年要打 甚至可能要打一劑兩劑 甚至有人現在很多的疫苗大廠 都已經在研領 是不是打三劑的可能性 高端 因為我們自己在做臺灣戰役紀錄片裡頭 我們多次進入了聯亞 包括高端的實驗室裡頭 我們都知道他們也正在研領 是不是第三劑的可能性 因應這個變種病毒 英國的變種病毒 這一次來到臺灣 你看經過兩次變種病毒之後 他已經侵蝕到這個年輕人 就是說病毒量未必是多 但是他的傳染力非常的快 那你會發現一個人中全家都中了 為什麼 他傳染力非常快 年輕人因為活動力範圍廣 又很旺盛 傳達速度非常快 這是為什麼在研究說第二劑之外的第三劑 為什麼 如果是社區化已經流感化的同時 疫苗國家隊不是一個國家應該要有的嗎 疫苗的自主研發不是當前被迫切需要的嗎 來這個董老師怎麼看這個態勢呢 馬上連線給林靜宜林醫師 好的 其實有人願意為臺灣買疫苗 出力也好出錢也好 這是一個好事 不過這個事情 怎麼會變成說 來挑剔刁難我們臺灣自己的疫苗 然後來動搖我們臺灣我們的政府 為了保護人民的那些管理上的法律還有程序 看起來這不是單純的說要幫臺灣買疫苗 看起來這個是要為這個開放護航中國的疫苗 在鋪路 我覺得這兩件事情要把它分開 好 現在已經變成怎麼樣 現在就是說已經很多人去接洽 國外的疫苗大廠 結果國外的疫苗大廠 回應第一個要先得到你們政府授權 一聽到這第一句話就會變得好奇怪 怎麼會賣方 比買方要求還要嚴格 賣方先要求你 你要政府授權 為什麼 因為他希望你來買疫苗的人 能夠有政府的保證 能夠有政府的管理 好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現在回過頭來 大家出一張紙 有些人出一張紙 希望得到我們政府空白授權 我授權給你 你其他不要管我 他要的是授權 空白授權 他可以去騙國外的疫苗大廠 給我疫苗 我有政府授權 可是政府後面管理 我通通不要 他的出發點是這個東西 好 現在我們來談談管理 這個是因為今天的這個 我們的這個防疫指揮中心的記者會 還是很多人在問這個問題 企業家要買 地方政府要買要怎麼辦 八項指引就寫在這個地方 八項指引裡面 因為疫苗是要打在人的身體裡面 他跟買車是不一樣的 他當然更需要嚴格的規範 所以這八項裡面 請問我們連買車都需要 要有執行計畫書 要有供貨期程 有效期限 說明書 冷鏈 授權書 上市證明 是不是可不可以告訴我 就是說現在八項指引 有哪一條各位想要買的人 想要出頭的人 是覺得哪一條不需要的 直接講出來 你覺得是哪一條不需要 所以不需要是為了幫 來路不明的水貨 還是黑市疫苗 在那邊護航 馬上就會想到這個問題了 這還是前面 在這個說明書裡面 這個指引裡面 各位看 簡送資料只是頭一個程序 它中間還有審查 最後面大家看清楚 還有一個使用 依指揮中心防疫的政策 什麼叫使用 這個是 這個是我們的食品 藥物管理署食藥署 5月26號公告 就是我們有第二批的疫苗 已經檢驗核發 而且核發封針證明書 它裡面談到什麼程序 就是說我們之前買的這個AZ疫苗 第二批來了以後呢 先核對 然後檢查 取樣等等 取樣回食藥署 食藥署要做些什麼事情 這邊寫得很清楚 外觀的鑑別 PH值 DNA 還有蛋白質的比例 細菌內的毒素 無菌還有有效 這些都是必要的程序 都是SOP 可不可以請那些 現在那些中間人也好 代理商也好 我也不知道他們是什麼 起哄的人 他要我們放寬 要我們開放 是哪一條 這裡面哪一條 你覺得要放寬 要開放 清楚的說出來 這裡面的哪一條 你覺得是在刁難 清楚的說出來 我覺得這樣子 我們大家就事論事 就會比較清楚 後面還有更重要的 出力出錢幫台灣買疫苗 是好事情 可是疫苗知識體大 疫苗只要一出了事 使用的人 馬上會控告政府 會控告那個藥廠 所以大家有沒有考慮清楚 你現在起哄要放寬 這是我一個人 之後出事的誰負責 之後出事誰負責